第六章 如何使人很快的喜欢你 我在纽约的33号街第8号路的邮局里 依次排列等着要发一封挂号信 我发现里面那个邮务员 对他的工作显得很苦恼 称情的重量 递出邮票 找给零钱 分发收据 这样单调的工作 一年接一年的下去 所以我对自己说 我过去试一试 要让那人喜欢我 我必须要说些有趣的事 那是关于他的 不是我的 于是我又问自己 他有什么地方 可以值得赞赏的 这是个很不容易找出答案的难题 尤其对方是个素媚平生的陌生人 可是很容易的 我有了一个发现 我从这邮务员身上 找出一春值得称赞的事了 当他冲我的信时 我很热忱的说 我真希望有你这样一头好头发 那邮务员把头抬了起来 他的脸色神情 从惊讶中换出一副笑容来 很客气的说 没有以前那样好了 我很确切的告诉他 或许没有过去的光泽 不过现在看来 依然很美观 他非常高兴 我们愉快的谈了几句 最后他对我这样说 许多人都称赞过我的头发 我敢打赌 那位邮务员中午下班去吃午饭的时候 他脚步就像腾云嫁务般的轻松 晚上回去家里 他会跟太太提到这事 而且还会对着镜子说 嗯 我的头发确实不错 我曾在公共场所 讲过这个故事 后来有人问我 你想从那个游物员身上 得到些什么 我想得到些什么 我想要从那个游物员身上 得到些什么 如果我们是那样的卑贱自私 不从别人身上得到什么 就不愿意分给别人一点快乐 假如我们的气量比一个酸苹果还小 那我们所要遭遇到的 也绝对是失败 嗯 是的 我确实想要从那人身上 得到些什么 我想要获得一些极贵重的东西 而我已经得到了 我使他感觉到 我替他做了一件不需要他报答的事 那件事 即使过了很久以后 但在他回忆中 依然闪耀出光芒来 人们的行为 有一项绝对重要的定律 如果我们遵守这项定律 差不多永远不会遇到烦忧 事实上 如果遵守这项定律 会替我们带来无数的朋友 和永久的快乐 可是如果违反了那项定律 我们就会遭遇到无数的困难 这项定律是永远使别人感觉重要 社威教授曾这样说过 自重的欲望 是人们天性中最急切的要求 贾姆斯博士说 人们天性的置身本质 是可求为人所重视 我曾经说过 人与动物相依之处 就在于自重感的犹豫 而人类的文化也由此而起的 哲学家们对于人类关系的定律 思考了数千年 而所有的思考中 结果其引证出一条定律 那项定律不是新的 它跟历史一样的古老 三千多年前 索罗斯特把那条定律 叫给所有伴火教徒 二十四个世纪前 孔子在中国宣讲 道教始祖老子 教他的门徒 纪元前五百年 释迦牟尼也把那条定律 流传人间 耶稣把那条定律 综合在一个思想中 那是世界上一项最重要的定律 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 你就该怎样去对待别人 你想要跟你接触的人都赞同你 你想要别人承认你的价值 你想要在你的小世界里 有一种自重感 你不希望受到没有价值 不真诚的阿谀 你可求真诚的赞赏 你希望你的朋友 就像思华博所说的 诚于嘉许 宽于称道 所有的人都需要这些 所以让我们遵守这条金科玉律 以希望别人所给我的 而去给别人 如何做 何时做 在什么地方做 这个答案是 所有的时间 任何地点 例如 有一次 我去无线电程询问处 打听苏文的办公室号码 那个穿住整洁制服的询问员 似乎自己显得很高贵 他很清晰地回答 亨利苏文顿了顿 18楼顿了顿 1816式 我走向电梯 想了想 接着又走了回来 向那个询问员说 你回答问题的方法很漂亮 很清楚 恰当 你像一个艺术家 实在不简单 他脸上显出愉快的光芒 他告诉我 为什么在答话时 中间要顿一顿 为什么每句话的几个字 要那么说 他听了我那些话后 高兴地把领带略为往上拉高些 当我搭乘电梯上了18楼时 我觉得人们快乐的总量上 我又加上了一点 你不需要等到职任驻法大使 或是做了一个很大俱乐部主席时 才去称赞别人 你几乎每天都可以应用它 譬如 我们要一颗法式的尖马铃薯 而那个女服务生 替你端来了主的马铃薯 在那时候 我们就不妨这样说 对不起 要麻烦你了 我喜欢的是法式的尖马铃薯 他会回答一点也不麻烦 并且很乐意地替你去分换 因为你先尊重了他 平时客气的话 像对不起 麻烦你 请你 你会介意吗 谢谢你 这些简短的话 可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纠纷 同时也自然地表现出高贵的人格来 让我们再举个例子 美国著名小说家科恩 是个铁匠的儿子 他一生没有受过八年以上的教育 可是在他去世的时候 是世界上一位最富有的文人 经过情形是这样的 科恩喜欢诗词 所以他读尽了罗赛迪的诗 甚至他还写了一篇演讲稿 歌颂罗赛迪字数上的成就 并且还送了一份给罗赛迪 罗赛迪更高兴 他做这样的表示 一个年轻人 对我的才学有这样高超的见解 他一定很聪明 罗赛迪就请这个铁匠的儿子来伦敦 当他的私人秘书 科恩一生的转折点 就在这时候 他在这个新的职位上 见到了许多当代的大文豪 受到他们的指导和鼓励 顺利地展开他写作的生涯 才使他想明语内 他的故乡在格力巴宝 现在已是旅游的圣地 他遗产有250万元 可是谁会知道 如果他没有写那篇赞赏名诗人的演讲稿 可能会默默无闻 贫困而叙事 这就是真诚 一股出自内心的赞赏的力量 罗赛迪认为他自己重要 那并不稀奇 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 也是如此 你是否感觉到 你比日本人优越 可是事实上 日本人以为他们自己 比你优越得多 如果一个守旧的日本人 当他看到一个白种人 跟一个日本女人跳舞时 他会感到非常气愤 你以为你比印度人优越 你有权可以这样想 可是他们的感觉 就跟你完全相反 你以为你比爱斯基摩人优越 你当然可以这样想 可是你是不是想知道 爱斯基摩人对你的看法又如何呢 在他们的社会里 如果有个好吃懒做 不务正业的人 爱斯基摩人指那种无赖汉叫白人 那是他们轻视人最刻薄的话 每一个国家都觉得比别的国家优越 这样就产生了爱国主义和战争 有一条最明显的真理 就是你所遇到的任何人 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某方面比你优秀 可是有一个方法 可以深入他的心底 就是让他觉得你承认他在自己的小天地里 是高贵重要的 要真诚地承认 别忘记爱陌生所说的 凡我所遇到的人 都有比我优越的地方 而在那些方面 我能向他学习 有些人刚刚觉得自己有若干的成就 就感到自满 结果引起别人的反感和增严 莎士比亚曾经这样说过 人 骄傲的人 借着一点短促的能力 便在上帝面前胡作妄为 使天使为之落泪 我要告诉你 关于我讲习班里 三个学员的故事 他们运用了这条原理 而获得了惊人的效果 第一个是康乃铁克托州的律师 他不愿意发表自己的名字 我们就用二先生来代替二军 来我讲习班没有多久 有一天 他驾着汽车 陪太太去长岛拜访亲戚 他太太留下他陪亲戚老姑妈闲谈 自己另外看别的亲戚去了 二军要把学习所得 做一次实地的应用 以便将来写篇报告 于是他想从这位老姑妈身上开始 所以他朝屋子四周看了看 有那些是值得他赞赏的 他问老姑妈这栋房子是189欧年建造的 是吗 是的 老姑妈回答正是那年造的 他又说 这使我想起我出生的那栋房子 非常美丽 建筑也好 现在的人都不讲究这些了 是的 老姑妈点点头 现在年轻人已不讲究住好看的房子 他们只需要一所小公寓和一座电冰箱 再有就是一部汽车而已 老姑妈怀着回忆的心情 轻柔地说 这是一栋理想的房子 这屋子是用爱所建造成的 我和我的丈夫 在建造之前 已梦想了很多年 我们没有请建筑师 完全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老姑妈领着二军 去个房间参观 二军对他一生所珍爱收藏的各种珍品 像法国式床椅 一套古式的英国茶剧 意大利的名昼 和一幅曾经挂在法国封建时代公保里的思维 都真诚地加以赞美 二先生接着又说 老姑妈带我参观房间过后 他又带我去车库 里面停着一辆很新的派凯特牌的汽车 他轻轻说 这部车子是我丈夫去世前不久买的 自从他去世后我就再也没有做过 你爱欣赏美丽的东西 我要把这部车子送给你 二军听到这话感到很意外 婉转慈谢 说姑妈我感激你的好意 可是我不能接受 我自己已经有了一辆新的车子 你有很多更亲近的亲戚 相信他们会喜欢这部车子的 亲戚 老姑妈提高了声音说 是的我有很多更亲近的亲戚 他们希望我赶快离开这个世界 他们就可以得到这部车子 可是他们永远得不到 二军说 姑妈你不愿意送给他们 可以把这部车子卖掉 卖掉 老姑妈叫了起来 你看我会卖掉这部车子 你想我会忍心看着陌生人 驾着这部车子行驶在街上 这是我丈夫特地替我买的 我做梦也不会想卖 我愿意交给你 因为你懂得如何欣赏一件美丽的东西 二军婉转的慈谢 不愿接受她的赠语 可是她不能刺伤了老姑妈的感情 这位老太太单独一个人 住在这栋宽敞的房子里 对着屋子里这些精致 珍贵的陈设 缅怀若以往的回忆 她希望有一个人 跟她有同样的感受 她有过一段金色的年华 那时她美丽动人 为男士们所追求 她建造了这栋 立遇着爱的房子 并且从欧洲各地 搜集了很多珍品来加以陈设装潢 现在这位老姑妈 风烟残眠 孤零零的一个人 她渴望着能获得一点人间的温暖 一点出于真心的赞美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给她 于是当她发现她找到的时候 就像沙漠中涌出一红泉水来 使她心底激动而感谢 甚至愿意把这部派开特牌的汽车相赠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 这是纽约一位原资设计家 麦克乌霍 所说的经过情形 在我听了如何交友和影响他人的演讲后不久 我替一位著名的司法官设计远景 那位司法官出来提出他的建议 在什么地方该栽种些什么花 我说 法官 你有很好的业余嗜好 你那几条狗都很可爱 我听说你曾得过很多次 赛狗会中的蓝丝带优等奖状 我这句话果然出现了效果 那位司法官说 是的 我对于羊狗很感到兴趣 你要不要参观我的狗舍 他费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带我去看他的狗和他所得的许多奖状 他拿出有关那些狗的血统戏谱 告诉我每条狗的血统 由于有优越的血统 所以他换养的狗都活泼 可爱 最后他问我 你有没有小男孩 我告诉他有的 他接着问我 你孩子会不会喜欢小狗 我说 嗯 是的 我相信他一定会喜欢的 司法官点头说 那太好了 我送他一只 他告诉我如何换养小狗 顿了顿他又说 我这样告诉你 你很快就会忘了 让我写下来给你 那位司法官进去屋里 把他要送我的那头小狗的血统系谱和喂养的方法 用打字机很清楚的打了出来 然后给我一头价值版人的小狗 同时还浪费了他一小时又15分钟宝贵的时间 那是我对他的嗜好和成就 表示真挚的赞赏所获得的结果 柯达公司的伊斯曼 发明了透明胶片后 活动电影的设置 才获得了真正的成功 同时也使他获得了一元的财富 成为世界上一位著名的商人 他虽然有这样伟大的成就 可是他仍然跟你我一样 渴求着别人的赞赏 例如 数年前 伊斯曼在洛甲士德建造伊斯曼音乐学校和凯本剧场 这个剧场是用来纪念他母亲的 纽约优美座椅公司经理爱达森 希望能承办该剧场里的座椅工程 他打了个电话给建筑师 约妥去洛甲士德建伊斯曼 爱达森到了那里 那位建筑师说 我知道你想得到座椅的订货合同 不过我需要告诉你 伊斯曼工作极忙 极严肃 如果你用了他五分钟以上的时间 你就别打算再做这一笔生意了 他不但事情忙 脾气也很大 所以我告诉你 当你快速的向他说明来以后 就急离开他的办公室 爱达森听后 就准备那样做 他被引进一间办公室 看到伊斯曼正离手工作 在处理桌上一堆文件 伊斯曼见有人进来 抬起头摘下眼镜 向建筑师和爱达森说 两位枣 有何见叫 有 建筑师介绍了他们认识后 爱达森说 伊斯曼先生 我很羡慕你的办公室 如果我拥有像你这样一间办公室 我一定也很高兴在面工作 你知道我是从事于室内木工营业的 我从没有见过像这样一间漂亮的办公室 伊斯曼回答说 谢谢你提醒了我已差点忘了的是 这间办公室很漂亮是不是 当初这间办公室布置完成后 我确实非常喜欢 可是现在由于我工作太忙 有时甚至于接连数星期 不会注意到这上面了 爱达森过去用手摸摸办公室的B板 说 这是不是英国项目 他和意大利项目的品质稍有不同 伊斯曼回答说 是的 这是进口的英国项目 是一位专门研究戏目的朋友 替我特别挑选的 接着 伊斯曼陪同他 参观自己设计的室内陈设 包括木门 油漆色彩和雕刻工等 他们在一扇窗前停了下来 伊斯曼和矮的表示 他要捐助给洛甲士德大学 和公立医院等些钱 为社会尽一点心意 爱达森热诚地恭贺他说 这是一桩古道热诚的慈善意举 伊斯曼打开玻璃厨的锁 取出他从前买的第一架摄影机 那是向一个英国人买下的发明品 爱达森问他 当初如何开始他商业上的挣扎和奋斗的 伊斯曼感慨地叙述他幼年时候的贫苦情景 他手拐的母亲开了一家出租小公寓 他自己则在一家保险公司做小职员 每天只赚五毛钱 他由于受到饥寒所困 所以励志要刻苦奋斗 免得母亲辛劳致死 爱达森又找些别的话题 而他自己却静静地听着 伊斯曼谈到他实验室的一段往事上 他说他过去做实验的时候 在办公室里花了整天的时间 有时候整个晚上 有时候甚至穿起工作服 三昼夜不能脱下来 爱达森是上午10点15分 进伊斯曼办公室的 当时那位建筑师曾劝告他 最多只能待留五分钟 可是一小时两小时都过去了 他们仍然在谈着 最后伊斯曼向爱达森说 上次我去日本买了几张椅子回来 我把它们放在阳台上 后来阳光把椅子上的漆晒脱了 我买了些油漆回来 自己漆 你要不要看看我自己漆椅子的成绩如何 对了 你来我家 我们一起吃午饭 我让你看看 午饭后 伊斯曼把他漆的椅子 拿给爱达森看 那些椅子 每张不会超过一块五毛钱 而事业上盈利一元的伊斯曼 他却认为很自豪 只因为那是他自己欺的 凯本剧场座椅 这笔订货的总额是九万元 你猜 是谁得到了订货合同 除了爱达森外 还会有其他人 就从那时候开始 直到伊斯曼去世 他们一直保持着极密切的友谊 你我该从什么地方开始 实施这种奇妙的试机时 为什么不由你自己的家庭开始呢 我不知道还有任何其他地方更为需要 或是更能忽略 我相信你太太一定有她的长处 至少曾经有过 不然你不会娶她做妻子的 可是 你已经有多久没有赞赏她的美丽了 多久了 有多久了 有一次 我在纽白伦斯维克的米拉密西河钓鱼 我独居在加拿大森林的一个帐篷里 那里每天只能读到镇上出版的一份报纸 或许是空闲的时间太多了 我把这份报刊登的每一个字都详细的看过 有一天 我从报上迪克斯婚姻指导一栏里 看到她的文章 写得非常好 我把它剪下保存起来 她那篇文章上这样指出 她说她已经听验了人们对新娘所讲的那次 她认为应把新郎拉到一边 给她这些贤明的建议 她的建议是 不会甜言蜜语的别结婚 结婚前赞美女人 似乎已是必然的事 可是在结婚以后给她赞美 那也是一种必须具备的执事 婚姻不只是讲诚实 还需要有外交的手腕 如果你想每天过着快乐 美满的生活 千万别指责你太太至家有不妥的地方 或者拿她和你的母亲 做毫无意义的比较 反过来说 你应该赞美她至家有方 而且还要有这样的表示 认为自己很幸运 才得到了一位贤内助 如果她把饭菜做坏了 几乎使你无法入口 你也别抱怨 不妨做这样的暗示 今天的饭菜 没有过去那样可口 你太太有你这样的暗示 她一定不顾辛劳 直到使你满意为止 不要突然就开始这样做 那会使你太太起疑心的 不妨今晚 或是明天晚上 替她买一束鲜花 或是一盒糖果 不要只是嘴上这样说 是的 我应该这样做的 还需要你实际的去做 给她一个温柔的微笑 加上几句甜蜜的话 如果做丈夫的 跟做太太的都能这样做 我不相信每六对的夫妇中 有一对会要闹离婚 你想知道 如何使一个女人爱上你 是的 这里就有一个秘诀 一定有效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 这是我从迪克斯女士那里借来的 有一次 这位迪克斯女士 去访问一位已成为新闻人物的重婚者 这人曾经获得23个女人的芳心 和他们银行里的存款 这里需附带说明的是 迪克斯女士是在监狱访问她的 当迪克斯女士问 她获得女人爱情的方法 她说并没有什么诡计 你只要对女人谈论她自己就行了 这技术用在男人身上 同样有效 英国一位最聪明的首相迪瑞里说 对一个男人谈论她自己的事 她会静静的听数小时之久 所以 你要使别人喜欢你 第六项规则是 使别人感觉到她的重要 必须真诚的这样做 这本书你已看了不少 现在和上这本书 实施这门哲学 你会看到一项神奇的效果 提要使人喜欢你的六种方法 第一项规则 真诚的对别人发生兴趣 第二项规则 微笑 第三项规则 记住你所接触中 每一个人的姓名 第四项规则 做一个善于静听的人 鼓励别人多谈谈他们自己 第五项规则 就别人的兴趣谈论 第六项规则 使别人感觉到她的重要 必须真诚的这样做 真诚的这样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